Hello,我是Jason 上次介紹了Calendale的單臂前叉的平衡車 反應相當好 今次我答應大家介紹他的哥哥 其實都是Calendale出品Chill系列的20吋山地車 他看到整輛車是相當漂亮的 基本上他好像Calendale一貫山地車的作風 縮小版,變成小朋友車 但他不會因為小朋友車的關係 而他做工上是有任何取捨的 整個車架都是相當漂亮 用了旅客這樣打造 你看到前面的Headset 那些刊接位是相當Smooth的 我相信它刊接完之後 還有打磨過的,才在上油 這個其實都是很少數的小同單車才會這樣做 而同樣地,他也是選擇了內床式的Headset 變成背景不會外露 整體來說會比較美觀 還有他跟成人車一樣 他這個車架都是終身保用的 所以令到家長更加對這輛車有信心 這輛車架之外 其實他這輛車都是用了有避震的前叉 那你的避震前叉 就不會因為小朋友 他又會用一些比較差的 除了他有避震之外 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上面你能看到嗎 它有一個叫preload的按鈕 這個preload加減就是調較大網的軟硬度 去適應這個不同的路段 變成當你行動的路段的時候 其實就有多個選擇和調節 不單止這樣 他這一支的前叉 還有一個可以讓你裝碟煞的橋位 預備定如果你想操控 或者是泥濱比較多的路段的時候 可能你裝碟煞在前面就會比較適合 他亦有預留這個位置 所以將來升級就會更加彈性 是否很有誠意呢 整輛車其實是用了7速的轉波 快慢就小朋友可以不任意調節 他的crank也是比較短的 他的crank是110mm 希望踩的時候提腳就不會那麼高 而他的座位的高度最矮是56cm 即是大約是Mid2左右的小朋友 其實就可以踩到的了 調節都很高的 可以大約適應到Mid5的小朋友 都沒有問題 而他的座位相當舒服的 我們是少數看到的車當中 座位比較闊一些 而且他的面子其實都是 質感相當之不錯很平滑的 好像大人單車一樣 選擇了比較粗一點的輪胎 基本上這個車買完 你就可以去南深圍 或者去大墓山踩一轉了 這車其實就有兩隻顏色的 這麼漂亮 這個好像湖水綠的顏色 另外一隻是黑色的 兩隻顏色都登錄了Jony Map 想試一下的話記得上來吧 想緊貼我們不同的產品介紹 或者教學片段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